印度尼西亚总统左科执政不到一年就改组内阁 撤换经济贸易和海事事故统筹部等六名部长 前印尼央行行长达敏被委认为经济统筹部长 在商界和金融市场有极高声誉的达敏上任 相信有助提振市场对印尼货币的信心 新贸易部长则由知名私募基金高阶主管汤姆斯出任 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 今年第二季的经济增长放缓到六年新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